周六晚,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,被称为全球投资界春晚的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在这里召开。 在备受关注的提问环节中,今年8月30日将满93岁的巴菲特和老搭档,已经99岁的芒格分别做了回答,建议价值投资者习惯收益减少。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CEO沃伦巴菲特表示,经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正在结束,预计未来大多数业务收益可能会走低。 伯克希尔今年购买了30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,收益率为5.9%,由于利率上升的影响,现金持有的利息将从5000万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,预计今年城堡业务将改善。 巴菲特表示,在硅谷银行倒闭后,监管机构必须做出赔偿所有储户的决定,因为不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全球金融体系。 这将是灾难性的,巴菲特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,如果储户得不到补偿,他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后果无法想象。 虽然他指出,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的保险上限为25万美元,但这不是美国的行事方式。 他说,没有人愿意解释为什么不扩大限额,因为不这样做可能会引发更多银行挤兑,扰乱全球金融体系。 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,他说,伯克希尔哈萨维副董事长查理·芒格就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成功向价值投资者提出了建议, 习惯于收益减少给你机会的是其他人做傻事。 巴菲特说,人们会做重大且愚蠢的事情,他们这么做的原因,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刚开始时更容易获得资金。 芒格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,让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从事财富管理对文明是有害的,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财富管理经理。 查理·芒格说道,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财富管理人,我真的非常不喜欢他们的所作所为,我不想任何人进入这个行业,我觉得因为有他们,这个世界变得很疯狂关于人工智能。 巴菲特和芒格这么说,回答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问题时,莫伦·巴菲特和查理·芒格都持怀疑态度。 芒格表示,你如果去到中国比亚迪的工厂,会看到机器人到处都是,而且这个使用率真的非常高。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使用将会在全球越来越多,我自己对于其中这样一些炒作是感到有一些困惑的,特别是像人工智能。 我觉得现在用人其实挺好的巴菲特随后说道,人工智能确实可以做到非常多出色的事情。 比尔盖茨之前把我带去,看他们最新的技术,可能还不是最新的版本,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进步快多了。 AI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,但巴菲特也提到,这让他反而有一些担忧,因为觉得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它。 在未来200年的时间里面,我觉得我们也没有选择,必须要去接受它和应对它,使用它。 在人工智能的部分,它可以改变整个全球的面貌,而却改变不了我们人的想法和行为。 一季度净利润355亿美元。 5月6日,伯克·希尔哈萨维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。 QE营收853.93亿美元,去年同期为708.43亿美元。 净利润355亿美元,去年同期为55.8亿美元。 投资和衍生品收益为347.58亿美元。 去年同期亏损19.78亿美元。 财报显示,公司一季度回购A类和B类股大约花费44亿美元。 一季度,保险业务实现净利润9.11亿美元。 去年同期为1.67亿美元。 BNSF净利润为12.47亿美元。 低于去年同期的13.71亿美元。 据公告,截至3月31日, 伯克希尔哈萨维约77%以公允价值核算的股权投资集中在5家公司, 分别为美国运通、苹果、美国银行、可口可乐、雪佛龙。 在股东大会上, 有股东称苹果在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的比重超过了35%, 是否已经接近一个危险区域。 巴菲特表示,我们的苹果持仓绝对没有占到投资组合的35%, 我们的投资组合包括能源、铁路等很多的行业。 苹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, 他们会不断地回购自己的股票。 价值也在上升,我们都不需要做什么。 持仓的市值就上升了。 苹果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。 巴菲特坦言在两年前犯过一些错, 卖掉了一些苹果股票, 并表示当时那个决定是很愚蠢。